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北京时间星期三下午举行视频会晤 这是两位领导人今年以来的第二次视频会晤 也是2013年以来的第37次会晤 今年前11个月 两国双边贸易总值为8434亿元人民币 超过了1300亿美元 同比增长24% 高于去年的全年规模 双方经济合作的前景极其令人鼓舞 中俄元首会谈的话题十分广泛 双方都对中俄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两国这次视频峰会后的最初新闻稿 都更多聚焦了中俄双边关系 中方的通报中甚至没有出现美国和西方的字眼 但美西方对这次中俄元首视频会给予了最高重视 美国和西方近来高调宣扬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 把俄中分别说成是乌克兰局势和台海局势的破坏力量 宣扬警惕俄中发动入侵 同时他们又施加更大军事和政治压力 试图迫使俄中从各自的核心国家利益上后退 华盛顿在犯下同时逼中俄太甚的历史和战略性错误 他对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过度放纵 编造了中俄破坏国际规则和挑战国际秩序的谎言 而且在西方制造了对这些谎言的赌信 逼着自己与中俄开展危险的对抗 俄罗斯明明处在苏联接地后的总体战略收缩中 中国明明在推进和平发展 两国与周边的纠纷都是历史遗留的 而且他们的意义都局限在当地 还有一些美西方纠缠的问题属于中俄内政 美西方对那些问题进行了恶意且虚假的定性 固化放大了对立 老胡要说美国虽占实力优势 但他要压倒中国和俄罗斯的任何一个都做不到 无论与中国还是与俄罗斯的战略对撞 都意味着他要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 中俄携手更是华盛顿的噩梦 通常认为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外部敌人 其国内政治才能正常运转 其盟友体系才能凝聚 否则华盛顿就像丢了活一样 但是美国的盟友们不能跟着染上华盛顿的强迫症 他们不能分担新冷战的种种风险 个别力量为美国马首是瞻 甚至狐假虎威 无底线的向中俄发起挑衅 必须向他们发出证告 他们那样做是玩火 他们莫要误读美国的保护承诺 如果他们越过红线 不管他们是不是美国的盟友都逃脱不了惩罚 美国刚从阿富汗做了一次可耻的逃跑 华盛顿近来不断就台海和乌克兰局势威胁中俄 但他始终没有吐口 会在战争爆发情况下出兵 向中俄挑衅的那些力量都应该清楚了 华盛顿在挑唆他们往前冲 但美国军队并不准备有一天与他们并肩战斗